小勒高帶樂曲歡迎來到壞雪的勒高倉庫 今天我們來看勒高樂園的限定套裝 這一盒呢就是40393勒高樂園消防學院 風向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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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手 風向行器 好了我们这一盒乐高乐园消防学院完成了 这一盒40393是乐高于2020年推出的套装 它只在乐高乐园以及乐高乐园探索中心里面有寿 它一共有221片积木零件构成 里面包括有三个人仔 作为还原乐高乐园里面游乐设施的一个小套装 它玩起来到底怎么样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人仔 那这个人仔呢是乐高乐园里边的员工 你可以看到它胸前呢带有一块名牌 名牌上面呢还有一个小小的乐高乐园人仔 那坏雪在这里再一次的告诉大家 乐高乐园的一个隐藏玩法 那乐高乐园员工胸前的这个小人仔呢 你是可以拿其他的乐高人仔去跟他进行交换的 那这个隐藏玩法呢在海外的乐高乐园都是通行的 那国内的乐高乐园也正在建设大中 不知道到时候国内的乐高乐园是否依旧有这个玩法 那这个人仔呢它是单面的表情印刷 身子的印刷相对也是比较简单的 虽然它是独占人仔 但是我觉得意义并不大 这个人仔呢是一个女性的游客 你可以看到它穿着一件浅蓝色的外套 它呢是两面的表情印刷 一面是一个闭眼享受的表情 另外一面呢是一个开心的表情 它呢是带着一个小朋友一起来游乐园进行玩耍的 那这个小朋友呢有一个隐藏的小彩蛋 小彩蛋呢就在于他身前衣服上的这个印刷 看到没 衣服上是各种颜色的乐高宇航员的小人仔 这个绝对是一个小彩蛋啊 再来看一下这一套里边所还原的游乐园的游乐设施的这么个东西啊 这个呢是一辆消防车 因为它所还原的呢是游乐园里边的游乐设施 所以这辆消防车也跟游乐园里边一样 它是两头都一样的 你看两面都是完全对称的 再看里边也是一样 这边有个仪表盘 那边来看到没 那边照样也是有一个仪表盘 这边有个操作杆可以控制它左右来进行移动 那这一辆小车真的相对是比较简单的 而且它下面的这个底盘呢是一个大的一体成型件 轮轴安装的零件呢直接是固定在底盘上的 所以这个零件 这个零件一般也只会出现在四家的套装当中啊 那也就是说这一套套装 它的定位还是相对来说年龄层次比较低的 看过了小消防车 再来看一下这一套里边的这个 这个呢有点像是一个路牌的感觉 里边所展示的呢 是中世纪城堡那一条龙的过山车 那在乐高乐园的里边都会有这个小小的一辆过山车 那这个过山车刺激度并不高 非常适合小朋友进行玩耍啊 然后这个指示牌下面呢 还有一个箱子箱子里边呢是透明一乘一的蓝色小波片 这个小波片呢是模拟水弹用于灭火的 来灭火的消防炮就在这边 那这个消防炮呢看上去像是一个消防栓的造型 两边各有把手 然后当中呢有一个波片的发射器 当我们把这个一乘一的小波片放上去之后 暗洞就可以进行发射模拟灭火 那它的火在哪里呢 火自然就在这一幢小房子里边了 来我们把镜头稍微抬起来一点点 来看一下这一栋小房子 那这个小房子呢其实只是一面墙 看到没只是一面墙 它呢就是这个游乐园里边单独的这一面墙 后面呢有火焰 哎这么竖起来 哎就好像房子着火了一般 小朋友们呢需要站到这一个消防栓旁边 拉动这个消防栓打出水弹 把这个火扑灭 效果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哎看到没 直接命中就把这个火焰给打下去了 看上去就好像把这个火扑灭了一般 那这个小套装也通过这样的形式 让它有了一丝动手把玩的乐趣 哎这个乐趣我觉得也挺独特啊 毕竟当你在乐高乐园里边玩过这样一个游乐设施之后 又亲手通过乐高搭建这样一个游乐设施出来 这个呢也是一种别样的乐趣 那这一盒40393目前你还可以通过第三方渠道购买到 那价格呢自然也不会太贵 你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自己动手去搜一下 那乐高乐园的套装 我们之前也出过好多个了 那大部分呢是小套 当然乐高乐园也有大套 以后有机会的话再做出来 来给大家一起看一下 好了今天坏选的乐高仓库就到这里 这一盒乐高乐园40393乐高乐园消防学院 你还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 我是坏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